请教汤正伟老师 哪些身教命格的人 农历年前有结束 那如何化解这个 化煞子恶 那其实每个节气的交接点呢 就是一个 比较容易会有因缘俱足 可能会有一些劫难啊 或者是一些 原本不好的事情 可以转好的一个转气点 所以呢 在这个节气交接的时候呢 或朝逢年光年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 那今天就举几个生相 你们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就是呢 生肖属老鼠跟属牛的朋友 这两个生肖呢 它比较会体会到 所谓的人生无常 还有呢 是非纠纷会比较多一点点 尤其呢 可能会感觉到说 最近可能家里长辈的健康啊 或是你会听到什么亲朋好友 又突然离开啦等等的 你会发现生命真的很无常 所以这两个生肖的朋友呢 尤其在2022年的年底 到2023年的上半年呢 特别容易这样的事情呢 比较容易发生在你的周围 包含你自己呢 可能在工作上啊 生活上呢 就要谨言盛行 否则呢 会有一些是非的纠纷 比较会困扰着你 所以呢 属老鼠跟属牛的朋友 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那另外呢 属兔跟属鸡呢 因为2023年呢 就是你的太岁年 跟正冲太岁的一年哦 所以呢 这个钱财的破损呢 以及工作生活上的变化呢 会让你感觉呢 措手不及哦 所以从现在开始呢 你看到节目的这一刻 你就要记得 把这个钱财呢 做好一个有效的管理跟规划 那另外呢 工作上的话呢 就是如果真的觉得 在这个环境 已经有点受不了了 那你就骑驴找马 遇到好的 或是有下一步之后 你再去做转换 所以特别提醒属兔 跟属鸡的朋友 那接下来呢 要注意的是属龙的朋友 属龙的朋友呢 要注意健康哦 因为其实在2022年呢 尤其这种节气交接的时候呢 健康运特别容易 会有一些变化 因为带一个病符型啊 所以病符型的话就是说 可能你会突然之间 身体上老毛病会复发 或者是莫名其妙的 病毒的感染 都特别容易属龙的 很容易遇到 所以不论你是小 年纪小的龙 还是年纪长的龙呢 都还是要注意哦 因为这个病毒呢 隆中来垂涎 要特别的小心 所以呢 生活上呢 也比较容易会有一些 精神不济的问题 例如说可能晃神啊 或者是突然之间 睡眠不足啊 那这种跌倒 意外的事情呢 属龙的 还是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要如何去化解呢 其实化解方法就很简单 你一定很常听到 但是呢 你未必会做得到 例如说 这个点灯 我们在 不管是哪个宗教 你就可以试着 用你的宗教的方式 去点灯祈福 尤其佛家常讲到 一灯能灭千年暗 你点灯呢 也是给自己呢 一个未来呢 充满希望的一个氛围 所以你可以点灯 可以凭借你的 无形的磁场 跟内心可以进化 再来就捐血 其实血光之灾呢 捐血是最有效的 第一个可以帮助别人 第二个 如果你真的 不太敢捐血 那你可以去洗啊 流点血 或是用一下眉毛 让他流血 有没有 只要是这种 不管是外在的 这种 自己去做一点小美容 去流血的方式 也可以 但捐血布施是最好的 那行善布施的话呢 就是有钱出钱嘛 有力出力嘛 所以 其实像这样的话 只要是你觉得 这个社会上啊 事件上 你觉得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能够做得到的 发心是很重要的 是 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 我想要做好事 都会说 等我有的时候 再做 或者等我赚多少钱的时候 我再做 其实人生无常 不一定等得到 想做 量力而为 赶快做 那当然 每个生肖都可以做啦 尤其这五个生肖 要特别的提醒你 这个讲到说 这个灵异的巧合 灵异的案件 想到鬼 其实谁也没看过鬼 但是他就有这么多 灵异巧合 是摆在面前 而且都是很多 打死不幸有鬼的人 他碰到了 来 你是说 高建宽 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案子其实 我到现在 我都觉得把它当作巧合 我们做警察 一般不会说灵异 我会把它当作巧合的发生 民国八十三年 在北部很少有汽车旅馆 就是饭店 宾馆 汽车旅馆就是你车子 可以开进去的 是 但内湖有一个汽车旅馆 它一楼可以开车进去 它类似铁皮乌搭的 但是 一楼要往二楼的是一个旋转的 那个楼梯 回旋的楼梯 上二楼的房间 那那个旋转的楼梯 差不多都十五公分 就一个四方形的铁柱子 铁柠 一支柴的柴 就是旋转的楼梯 它有个手扶梯 那就一个铁棍 一个铁棍 一个铁棍这样 那最后一个铁棍的倒数第二根 那个铁棍掉了 就是最后一个手扶梯 那个铁棍还在 但前面十五公分 相距变成大约三十公分左右 少了一根铁棍 那下面就不偏不语 有一对情侣 在三月初 三四月份 十一点多要退房 男生走前面 女生走后面 因为是回旋梯 那男生就走走走 走到楼梯的时候 不小心滑倒滚下去 滚下去 那头部 这个眉毛这边 就插在那个地上 那个痛起来的螺丝钉 那个螺丝钉是要锁那个 铁棍的那个螺丝钉 差不多三公分左右的螺丝钉 脑袋都扎进去了 扎进去 他脚趴在那个 迴旋梯的楼上 那个楼梯先 手趴在地上 倒头塞的地方 倒头塞 头塞在那个螺丝钉上 那个女生看得吓得很尖叫 就赶快打那个室内的电话 叫那个服务员 那个妈妈上来说快快快 我男朋友跌倒了 你们赶快帮我报警这样 对 这也不能拔起来 妈妈来的时候 那些那个欧巴桑 就是那个房屋的那些 妈妈上来 看到也吓一跳 那个男生眼睛 还会咕噜咕噜的看来看去 没事 手机会扭起来 就派出所通知派出所 救护车也来了 救护车来了 我们刑事组是一般 死掉我们才去 可是那一天 派出所就通知我们说 学长 这个可能你们要来判断 到底要怎么处理 我跟我的学长叫罗仁宗 罗啦 四位罗罗大哥 我们两个人到现场去 以前相机有两种 我们情组一种是三十六张的 那另外一种是拍立的 一张就照出来一张 那到现场去的时候 那个男生他眼睛还会这样 咕噜咕噜看来看去 但是没说话了 就是 还等到你们来 没人跟他送走 不是 因为他头插在那个螺丝钉上 有 要不敢动 不敢动 消防队第一个说法说 拿电锯把它下面那个 好 锯掉 可是没办法锯 那个螺丝钉到地上 你头插进去 没办法 没有位置 没有位置 没有位置锯 第二个说 轻轻地拿那个 那个饭店有那个大的那个浴巾 头包的 两边轻轻地 搬起来 他们选择用那个 把他抬起来 那担架都在旁边 抬起来 啪一声的 啪 就一下子 地上跟他倒灰 脑浆都喷出来了 哦 就一两秒而已 那喷出来之后 马上他就 送 担架一抬就送 送到那个 宗孝东路 那个宗孝医院 还没到医院的时候 他就回报了 欧卡 死亡 死亡之后他那个女朋友 吓到都不会说话 但是还是要帮她做笔录 因为有可能怀疑这个 我们要怀疑是他有吸毒 还是被推的 还是有被 有厘清一下 下药 被他女朋友下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嘛 那我是要先拍现场的照片 现场的照片 已经 那个汽车旅馆 他有防号 防号 1012号 那个防号写1012号 我就 防号拍一张 那他地上我就拍一张 那房间拍一张 我就拍了四张照片 然后就赶快开车赶回去 警察局要赶快贴 那个照相 要赶快送去 请示警察官 后来拍立德是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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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亮出照片来 我的组长他说 任何 你这张照片不行 里面我们现场不能有人在 我说好 那我回去补拍 就那个二楼的房间 那个床是圆的 圆的床 就有一个穿蓝色的裙子 白色的衬衫那个妈妈桑 打扫了房屋的妈妈桑 我就跟那个妈妈桑讲 我看来习商人你不要站起来 我走过去习商业了 我说不知谁 我哪有穿这种衣服 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心里就想不知道这是谁 我就看这是谁 没有脸了 就看到背面了 我就跟我学长讲 我说学长 这不是谁 罗学长就叫另外派出所说 来 你上去罗上拍 我们不敢上去 就拍了两三张下来说 西部学弟 相验结果说她是失足 意外 意外而身亡就对了 她女朋友就 我们要做笔录嘛 笔录 我复讯笔录在我们刑事主做 我就说你目前喔 因为她女朋友是嘉义大龄人 留了一个05开头的电话给我 我说你这个部分 现在检察官还在审理 还在调查当中 如果我们有什么任何事情 我有一张名片 以前名片没有手机 我就背面写我的呼叫器 060多少 就写了一个名片给她 我说你那个台北的电话 和嘉义电话都要给我 有事我会跟你联络 过了后来就结案了嘛 结案想说好像就是意外 结案过了差不多一个多礼拜 我在警察局 有人就打电话来 就是那女生 她说警察先生 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一件事 我说什么事 她说我这几天一直做梦 梦到说我男朋友 是被人家推下去的 我说你想太多了 那个他是意外跌倒的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 那多想的啦 我说你好好休息 这个目前检察官还没有写下来说 是什么 到底发生什么事 又过了差不多快一个礼拜 她说警察先生 我真的又梦到 她现在有一个女生 跟我说要两条命啊 我就说她可能精神有点耗弱 我说你好好休息 我说你不要想太多了 这没这个事情 不要想太多了 你好好休息 我就把这不当回事了 就过了嘛 过了... 隔年 我就84年 我调到... 第二年 我调到文山二分局 我调到文山二分局 又隔一年85年 那一年 我就接到我一个朋友 叫郭东修 冬瓜 冬瓜 冬瓜哥 我现在喔 我在那个大道省 在处理一个文明事 我说你每天你也处理文明事 你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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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剩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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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戶背 我看到那個名片 一看我只有寫給一個人 就是那個女的 我就想說我趕快回去 我說你在那邊等我 我回去 以前我們就是用那個 三頂五的那個電腦的磁碟片 所以我們都要輸入 我就趕快回去找那個資料 資料回去找 一打打打出來 那個女生住嘉義有電話 我就趕快打電話去通知她爸爸 我說妳女兒現在人在哪裡 她說她女兒已經失蹤 兩個三個月了 不見了 沒有了 我說有一個現在發現在台北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傳真 我說妳上來一趟 結果那個女生就是 兩年多前 就是她男朋友死在那個 那個那個氣色旅館那個地方 那我剛講那個房號是1012 冬鬼打給我那天 10月12號 1012 同一天10月12號 而且她一直做夢打給妳說 那個人說要鎖命要兩條命 我到現在就覺得是巧合 也沒辦法解釋 到底為什麼會同樣是一個1012的出資 我接不起來 所以這案子也沒辦法謀下查了吧 她就是憂鬱症後來 檢察官來查是沒有她殺 就是覺得她這是兩年內 都是憂鬱症 逃不出那個 那個心理的傷害 所以輕生了 年輕人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妳持點迷津 從場平足變成人生勝利足 跟著心向趨吉必凶 讓我為妳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想讓命運好好玩的 大師幫妳算命嗎 詳情請上點出官方粉絲團 我邀請你著 members què我恨人 脖子